屋輪 致命車禍司機逃逸 警方懸賞1萬元徵集線索 屋輪警察正在尋找 上週四一宗致命車禍裡 肖氏逃逸的司機 慘劇發生於6月16日晚 大約8時左右 地點是市中心的十六街 和喬神街交界 CBS電視台報導 死者Mystery-Pilterloff 當時和兩個小孩一起騎單車 準備經過一個十字路口 此時一部車高速駛過 撞到Pilterloff 司機並沒有將車停下來 最後看到在980公路向西行駛 屋輪警察局長Niren Armstrong 在週四的記者會表示 由於Pilterloff是一個失衝者 很可能聽不到車的韓安聲 他的小孩都是失衝的 所以都不知道有汽車高速駛過 Armstrong認為失衝者騎單車是安全的 只是有些人不顧其他人的性命 冷耗無情 高速行駛在市內任何地方都不合適 他敦促小市司機儘快自首 屋輪和其他灣區城市一樣 交通意外死亡人數上升 Armstrong指出 屋輪今年以來已經發生了19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去年同期只有13宗 Pilterloff過身幾天後 屋輪市議會通過14街道路安全計劃 包括松堡街道 在每一個地方減少一條行車道 將單車道和汽車道用實體分隔開 並且加強一些安全措施 警方指肖市途日的汽車 在黑色四門Infinity 相信它的車頭已經損壞 屋輪警方和防止罪案組織 懸賞一萬元給提供線索 可以拘捕疑犯的任何人士 如果有相關訊息 可以致電屋輪警察局交通調查組 電話是510-777-8570 天哪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時速消防止罪案組織 時間寄出 時速箱的消防止罪案組織 可減造 火箱的電話